云之雨于书新二搭张灵鹤,开创古装新风潮。 首播将至 2022年暑假,宝藏王炸剧《苍蓝诀》不只是王鹤帝的东方青苍火变全网, 更有小兰花于书新河长横仙军张灵鹤让观众印象深刻。 2023年,于书新二搭张灵鹤出演古装玄幻剧《云之雨》, 暂定一十月开播,那也是引起不少粉丝的关注。 自该剧的海报出来,看得出来是符合大众审美的精良之作, 为美帝画风,扣人心弦的剧情,想必一上线, 又将掀起一波收视狂潮。 云之雨讲述了顽固少爷公子与一夜之间遭遇家族变故, 父兄遇害后,他被众人选为新任掌门人。 与此同时,潜伏在他身边的间谍云卫山也逐渐与他接触, 两人在共同面对风险的江湖中逐渐产生情愫。 剧情展开中,他们联手寻找真相,克服重重险阻。 再者,该剧的导演是郭敬明。 众所周知,他在电影圈的佳作不少, 指导能力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可,妥妥的颜值主义。 云之雨的剧情精彩而又唯美,又是一部极具看点的作品。 于舒心饰演女主云卫山,她甜美的五官,气质清新脱俗, 这次的古装造型很惊艳,希望这次演技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她起初是被安插在男主身边的间谍,她开始转变立场,不愿再被他人摆布,对自由充满了渴望。 张灵鹤饰演男主角公子雨,她拥有立体的五官,帅气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轻松驾驭这次的古装造型。 她从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转变为林薇受命的家族掌门, 再到历晚狂澜的江湖侠客,展现了一个成长型男主角的多重人设,成为了观众的焦点。 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曾顺息了,想必大家对她已经不陌生了。 从唱跳歌转型到演员,在影视圈逐渐站稳了脚跟。 在今年暑假荡王诈剧《莲花楼》中,曾顺息饰演的方多并圈了不少粉丝。 在剧中,都拿捏得相当到位,把人物热血憨憨又喜好行侠仗义的特性权势的淋漓尽致。 曾顺息饰演成年雪童子,皮肤白皙,身披额毛大肠,眉间一点朱砂, 淒眉冷清的气质紧看剧照,就已经感受到人物的破碎感了。 他年少被囚禁宫中,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别人的一个棋子。 陈都灵已出演昨儿为大众所知,近几年参演了多部爆款剧。 《长月尽名》的《夜冰上天欢莲花楼》的《桥婉勉》, 颜值与演技并存,必将又是一部爆款剧预定。 他会致蓝心,温婉大方,五官精致,尽管着装朴素, 但气质超群,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 他是特别出演的角色,虽然戏份可能不多, 但足以让观众难以忘怀。 此外,有温真容,还有卢裕小, 曾可妮,佐叶,陈磊,孙晨俊,田家瑞, 欧米德等一众新人,都是颜值很高的帅哥美女, 非常期待这次他们在剧中的惊喜表现。 郭敬明首次导演的电视剧备受期待。 云之宇目前已经杀青, 接下来就期待尽快播出吧。 云之宇首播将至, 于舒新与张灵鹤的合作备受期待。 自从这部古装剧的消息曝光后, 他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特别是主演于舒新与张灵鹤, 两位当红炸子鸡的组合, 无疑为该剧增添了无数的看点。 从宣传片和预告中可以看出, 与舒新的形象与以往截然不同, 展现出一种既古典又具有新时代气息的魅力, 而张灵鹤则呈现出了一种沉稳又不失青春活力的形象。 二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引发了众多粉丝的讨论, 相信在剧中他们的爱情线索也会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 古装剧在近年来一直都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要想在众多的古装剧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有所创新。 云之宇不仅在剧情上富有新意, 更是在服装、布景、音乐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可以说是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 开创了古装新风潮。 首播之日, 不知道这部剧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于舒新与张灵鹤的组合, 绝对是今年古装剧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大看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